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廟宇直播第93間 小編今天來到的是我們台南市的南區 這個地方叫做喜宿 喜宿的萬皇宮 有沒有是 到時候的這間廟宇 這間廟宇其實是 喜宿地區非常重要的一間 信仰中心 那小編其實在去年的 在年底的時候 我有直播一間 叫做外眠店 就在隔壁廟宇直播第17間 那其實萬皇宮跟 外眠店呢其實也有一些約會 待會會介紹給大家 因為這邊靠海 都超級大的 那今天跟小編起來直播的呢 就是我們萬皇宮的主委 我們的蔡主委主委 主委你好 你好 各位 電視機 全面的朋友粉絲 大家好 主委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我身後這間萬皇宮 好大一間喔 而且你們的海風也太大了吧 那個下盤要很穩的 這邊是靠海對不對 對 靠海 我們的萬皇宮的後面 大概100公尺左右就在海 就是我們的台灣海 是 來 我們一邊走一邊跟他聊一下 萬皇宮的 歷史嚴格他為什麼會叫萬皇宮啊 萬皇宮以前 早期就這個名字就 好像就存在的啦 那因為 他附加了一個代天巡迫 代天巡迫 代天巡迫啦齁 就是說我們代天巡迫就是 他有三安心 入住立的三位千歲齁 在我們萬皇宮在桌上齁 變成就是 在這裡 我們地方的信用的 傳達 藝皇上帝的一個 代表人物就對了 其實這間的歷史呢 也蠻久了 萬皇宮的歷史 他是1739年 到現在呢 已經將近 將近280年的歷史 那其實這一間廟呢 他剛剛主委有提到 就是那三尊的 那個 對 夜府 租府 禮府千順呢 其實很特別齁 他們當初呢 是海上飄來的對不對 對 來講一下 因為這邊靠海 這邊靠海的時候 我們 這邊 就是 有一個 某一天的晚上齁 就是有看到螺谷先天的聲音齁 就是在 結果我們的 村民就到海邊去看了一下 結果就是 一條 那個 船 那個船 那個船 就是那上面 就是一接近到 海邊這邊 那我們的村民 就把它 就拉起來 拉起來 就裡面有 三部牽水的 我們目前 鳳市的那個 雅珠嶺 三部牽水 啊那個船 現在就是在 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在萬年墊 對 那個帆船 就是這樣 所以當初那個船呢 歸萬年墊 放放萬年墊 然後神尊呢 就放那個萬皇宮 對對對 因為經過一段歷史 以前是兩個 兩個 那個村莊 那個村莊是在一起的 那一起合 把它拉起來 那我們是共同 諷釋 那由於 經過一段的時間 那個連連員的關係 都怎麼樣啊 就是大家說 要分屍 所以有兩個 變成是兩個地方 兩個 兩個正好 對 就是我們要親民 要親民 要親民 結果我們就是拔一個親民 就是親民 要對我們那家 所以 藥主力就對我們家 啊 親民就是另外在我們萬里 萬里的萬年墊 這樣 我們來 就是這樣 所以 經過幾次的遷徙啊 因為這個廟本身 不是在這個地方 沿石的地方 是有經過好像有三個地方的遷徙 然後再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到目前這個 所在 這個所在 我們經過 整修三個 這 目前的狀況 廟是在 四十年前 左右 五、六、八年 去的 啊 去的這個廟 有很多 目前的所有 裡面的建築文化 裡面的建築物 的雕刻 那 它的彩繪 還有它的 各方面的一些建築意識品 都是 現在目前相當有名 而且他們的 雕刻 也有知名的新傳獎的 兒獎人的人 所以 有的已經過世了 都還 都把這個 我們的雕刻的 東西 都擺在我們現成的這個 廟宇裡面 來 我們跟大家呢 我們現在在那個門口 然後帶大家先來看一下 就是它的建築物 剛剛有主委有提到的 來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外面喔 它的那個外觀 這個零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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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營 桌啦 整隻 下去 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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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零條 而且它這個 它這個 這叫什麼 五門店 它的五門店 不是12345的五 而是 中五的五 為什麼會是中五的五 這好像是一個名詞 五門店 就是有一個 一個共同的名詞 在裡面 其實也是 目前我們有五個門 我們也是有五個門 但是它 它這個中間有一個 人家說 天井 這天井裡面還有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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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井呢 都會有一個龍 那你一進來呢 就會很明顯的先看到這一個 這個 這個龍 來 主委介紹一下 這個龍特別有在哪 這個龍龍 這是一個 很壯光的東西 吃那個 吃那個 有一個 它的藝術品 都比較去的 活靈活線 那就是 就是我們這邊 在 翁爺的頭前 都有一個龍龍 代表它 是說 很吉利的 一個 感覺 出來 我們 信用的是 說 我們說 門龍就是 有一個 可以吃的 我們 我們天 外面的 大自然的水 這樣 因為它上面是 天頰之後 把它蓋起來 這樣子 怕下雨 然後 但是呢 就是一樣 算半露天 因為就是 燈光很明亮 這樣子 然後 他們的 剛剛說的五門呢 它的門神 門神其實也是很有名的 那個潘麗水老師 實際的 那個雕刻 對 掛船上的 那個雕刻 是 潘麗水 潘麗水 目前是沒有 還有他們的兒子 他的潘 潘維葉 潘維葉 潘岳雄老師 潘岳雄老師 他們這個門神 都 我們保留在這個 上面 這個都是 等於是 國寶級的作品 對 都是國寶級 它其實這間廟呢 蠻多 蠻多大師級的作品 永華公 我去播過囉 大家可以 看一下之前的影片 阿西羅殿 阿西羅殿今天不會去 去 西羅殿昨天已經去過了 那 這邊有無障礙空間嗎 沒有 沒有 所以說 比較不方便的老人 就可能 比較沒有辦法上來 這樣子 很虔誠 有年輕的人 有年輕的人陪伴上來 啊 是 還有他這個旁邊 這個還有這個 一些 一些 這些 他們就是 彩繪啦 這個 這個 那個也是他們 國傳中 他們這個 他們這個 彩繪 那個都是很好的一個 其實他這一間廟啊 他的那個建築特色呢 他是結合了宮殿 然後樓 樓 樓格 然後庭 跟園的一些建築室的 所以一般的宮廟比較少 會結合這麼多元素在裡面 然後包括我們現在呢 要帶大家來到的呢 就是 王爺店 他這邊總共有三個店 有三個店 一個是王爺店 一個是大師店 王爺店是我們的主神 對 就是剛剛 三輔千歲 其實那時候呢 小編來寶貝的時候 千歲爺希望我來直播 然後那時候他給我靈感了 三輔千歲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會安排93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三輔千歲 對就是當初從海上飄過來的這三尊 來中間呢 朱惟你可以介紹一下中間是 葉 葉 葉竹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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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間是葉嗎 大豬大大王 你就叫利王 三王 這樣啦 我們都是這樣講 大王爺公 利王爺公 三王爺公 葉父 租父 李父 他這個三母千歲 這是 近前 我們有說過的 就是一個 過期的姓冠 千條四條 一個姓冠 300多年前 270多年前 就有 一個規劃尊 但這個就看到 那個規劃尊 那個規劃尊 這個姓冠 的姓 的姓 是 遺寸的 啊我們 萬事 在前面 飄來 在那裡 那裡 放在 三姓的 這三姓 目前這三姓的 會在裡面 隱藏在裡面 這樣 所以 當初開機過來 因為比較小尊 所以都已經放在 這個大尊裡面了 對 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 所以包括後面 後面欄杆裡面的 那個也都是 就是那三姓 哦 那三尊 底下 外面這三尊 就是我們目前 有時候在 出孫的時候 留在那裡 用的 所以後面那三尊 比是 定的 後面三尊 對 是沒有動的 因為它的 隱藏的開機 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那個 不能動它 那前面這三尊 比較大尊 的是 會出巡用 出巡用 我們要做貴賓 對 禁酒 禁酒 這樣子 所以這三尊 前面的比較大尊 就是 就是有在外出就對了 前面又有一些 就是小尊的這些 就是我們的信徒 他們認為有必要 就要請我們的三父親 就入主力 大王 利王三王 任他們的需要 需求 跟我們王爺公擲筆 如果擲一個大王筆 要對他們家 就來 跟我們 這個世心的 擲筆他們家 來 來奉事 然後這個是他的照片 對 這是那個三輔千歲的照片 他 一邊是有帶那個帽子 一個是沒有帶帽子的 然後這個是虎爺嗎 虎爺是在桌上是不是 虎爺是在桌上 也有在這個地上的 好牙公 然後 主是三輔千歲 那偏殿的龍邊這邊 什麼叫 我第一次看到 跑馬娘娘 跑馬娘娘是哪一尊 這個 有一個叫田雄親母 對 這個中間應該是天上聖母 這個大家都知道 然後呢 右邊這個是 助身娘娘 但是左邊這個 跑馬娘娘 跑馬娘娘 注意 你可以介紹 我第一次聽到 對 就是過去的人就放在這邊 來 祭拜 所以 跑馬娘娘 大家可以查一下 跑馬娘娘 這尊神尊 好 OK 來 然後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呢 虎邊這邊 就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除了福德正神之外 福德正神之外 水仙尊王 還有江軍服 對 對 來 這個呢 就是 水仙尊王 福德正神 江軍服 中間這個是水仙尊王 水仙尊王 對 對 沒錯 中間這一個 可能我不知道畫面上大家看不看得到 朱瑋 你可以介紹一下水仙尊王嗎 水仙尊王就是我們 本來就是我們 大家在海境地坊 我們都會崇拜這個水仙尊王 是靠海的才會有這一尊 是不是 靠海的才會有這一尊 是不是 經靠水仙尊那個一樣的意思 那個水仙尊王 我們跟民館路到經靠 廟嗎 那有一間廟 我們的菜市場 水仙宮 水仙宮 水仙宮就是那個水仙尊王 喔這那間我還沒有去過 對 其實這是我們 問他我們那個 清朝時代來台灣 那一個是渡口 那一個渡口的起來 要來我們夫婦的一個 藥道的那個鋼口的 是 然後剛剛主委有說到的那一塊扁 就是過化唇神 這一個呢 他就是姓瓜 這個可能看不太到 對 那個姓瓜 翁翁翁 在那個 1739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有歷史記載的 我們這間廟府有歷史記載的 就是依這個規法遵行為準 就是依這個為準 這個就是我們有一個姓瓜 翁翁翁 他就經過我們家 阿公 你就可以把我們 王爺公 就 下賣 來把我們王爺公 去求 求回去就是 他一個 獎項復刻的 的那個 客庭 來打下的擺便 這樣 所以其實 這間廟 應該會比這塊扁 還要再更 更早就有了 因為他這塊扁 就是已經將近280年 那在他這塊扁 來之前 他其實就已經有這間廟宇了 好 那這是一樓的部分 就是王爺店 所以有這個 就是能代表說 我們三母全歲的 神威善好 就是說他有很有靈感的 他就可以讓我們保育 我們所有的信徒 平安 順暢 好 那我們接下來帶大家到2樓 2樓要怎麼走 好 2樓的部分呢 就是大事店 那大事店呢 就是我們說的 觀音 觀音店 對不對 到2樓之前有一個太歲店 太歲店 來我們先 來這個是安太歲的部分 來 這個是太歲燈 今年 喔優點的是紅色的 我們這個太歲店 都每年的燃燒 正夜舒服 就開始就要的 把所有安太歲的人 來禀報給我們的太歲 太歲爺 齁 來那個 保育 一年這樣可以損失 齁 就是這個太歲店 太歲店 好 太歲店之後呢 我們來 帶大家到2樓的大事店 大事店也就是 裡面有觀音佛祖 觀音佛祖店 在2樓 太空 好 這隻接替比較多 好 現在要到2樓 他這裡的建築物其實就是從68年那時候 就沒有再整修過了對不對 所以這樣就是 我們有每年每12年的建教 的時候 我們十二年就做一遍 對 所以是固定在龍年齁 龍年的時候呢 就是他們12年一次的做就 都會多少少都會檢診修一下 大因者都沒有改變 好 那2樓的觀音大事店 對 觀音佛祖 我們這個觀音佛祖 在這2樓的大事店就是 我們觀音佛祖 在這裡桌坪 這是因為 我們 大廟精修後 比較安裝的 喔 整個才有的 對 所以40 等於是40元左右 他這個是普陀岩的觀音 觀音佛祖 觀音佛祖 對 然後這邊 右邊是 是那個 文殊菩薩 喔 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 我前兩天才知道說原來文殊菩薩呢 他如果說有人要創業的話 可以來求文殊菩薩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來 這是文殊菩薩 左邊 左邊是 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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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如果 我們 2月19號 有一個 菩薩的生日 我們就會 那個聖誕 我們 他福賢有好幾個聖誕的日 有的是下凡 有什麼 還有出家 幾個 幾個都是2月10 得到 有的是得到 他們就 我們的信徒都會很關心 很虔誠的來 他們 拜拜 然後最後呢 有一個就是 萬皇 我們 在這邊都是有那個光明燈 喔 你們這個 就是對兩邊 那個 剛剛主要有提到 12年一次的做酒之外 他們每一年 這邊 等於是做這邊 特有的叫做 龜教 菇 菇教 喔 菇教 菇教 來介紹一下菇教 啊這個菇教的由來 就是說我們古早齁 就是說我們 這裡是一種特害嘛 啊特害我們有在放過 那他看到我們這隻 無人中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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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有 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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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結果 那一隻 就是說 大邊 這有接到的人 那個 都本尼嘛 本尼在他們 以前都超出了 在那個海境 都在大海海邊 那樣的 我們的 那現在接到 他就 所以 中國弁會發肥 真的發肥 結果沒有接到的人 會帶他走過 飛車駙駛 就是 有接到的人 現在就會 清洗三木潛水 來解決這個事情 這樣 所以 一回二十三 是我們的 蠻多 蠻多後 理事就 叫做 在海平 就做了 用一些 椰检 還有 所以就還會把我們的股精說 你就這樣純粹去 這樣可以保證給我們家的保證可以平安純粹 所以我們一年的李莎就是我們翁牙 李莎剛才有這個情形就是說 我們的坡道還會有一個地式就是說 為什麼不在七月份中 對啊 通常拖坡道都從七月一號到最後一 對 你們怎麼會到八月二十三那麼晚 所以就是在八月二十三這個時間 我們年代做的 八月二十三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 福塞的是三母泉水 過期的傳說就是說 我們拔坡的時候 啊不然我們就在中 我們是在七月份坡道 就是說 拔不坡 八月二十三是一個最好的 就是 親像說我們的荷葉地 在七月份坡進去八月 三母泉水 再辦一個更好的演繫 所以要讓我們在這裡 要不要再補充 那就是 荷葉地 給他 結證炒百 就希望他們 會可以乖乖的 那就是 他們不敢補充 這樣 哦 啊 村的 過來第二天 就是我們那就是 補充 啊就是 讓他 這一些辦一些的 要做這些古代的鳳鱔,拿他海鯨 幫他寫,幫他,讓他很努力,可以送他 他的海鱔,可以給他順暑 他其實這邊的龜教呢 就是因為當初200多年前 就是這邊的村民呢誤殺了一隻海龜鯨 那就是他其實已經快沉到了 但是就卻被殺死,所以他懷恨在心 所以那時候就有點就是不安寧 那後來就是山府簽稅呢 把他就是解決了 然後也跟這些就是有承諾說 每一年就是會來祭拜他 那也就是固定在8月24號 這個是龜教授有這邊洗漱特有的文化 而且呢也開始就有向政府就申請無形資產 那今年會擴大舉辦 所以今年的農曆8月24號 大家也可以來 對大家歡迎各位我們對這個有興趣的人了解的 都歡迎都希望能 因為沒有看過 這一般也很少看過什麼叫做做古酒 古酒 做古酒 因為我們有一個一整一一整串的那個 整個的 科宜 對 然後到時候最後結束呢 會那個跟著航船 在海邊那個化繪 對對對 每一年 滿載的那個 也是把不好的東西給載走這樣子嗎 他的東西還是要啊 銀銀抓銀啊 要給他燒給他的還是要給他這樣子 然後就是讓他保佑呢 這一整年能夠讓大家平安順勢這樣 然後8月23號呢 就是那個中原普渡 就是 這邊比較特殊 因為鬼魂可能有分第一批第二批 還在人間磨磨修的呢 就是這第二批王爺 等他普渡完之後 讓他能夠回到就是 那個 陰間 陰間去這樣 所以 這邊的普渡跟時間跟搭 一般認知的7月普渡不太一樣 但是也是這邊的特色 對對對 所以 就兩天就只要在23號24號這兩天 都是我們的地方的這個 萬萬公的特色 對 那歡迎我們的各位信徒 也能夠來參觀啦 我們都有會有一連串 最近這幾年我們 萬萬公都有一連串的 有關於晚野聖誕 我們的晚野聖誕是 農曆的4月10號 有那個平安宴 4月11號是真正的晚野聖誕日 我們都有那個 宴客村平安宴 還有我們有做一些 辦一些活動 配合一些活動來舉辦 那 農曆的8月23、24也是一個活動 那過年又有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一年大概有三次的 大型的活動在我們這個廟宇來舉行 所以歡迎各位來參觀 來了解 謝謝 好的那今天呢 廟宇直播第93間 小編來到的就是我們的 喜宿萬皇宮 那這間廟呢 很大一間 然後也是算喜宿宅的 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的一間廟宇 那今天呢謝謝主委 而且我剛剛看一下你們的简簾好漂亮喔 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你們當初 因為他這間廟很多的建築特色 就是包括我們現在站在二樓 才能清楚的看到他的简簾 這個是哪個老師啊 目前我也不知道 對那個是 有北室啊有南室的那種建築特色 對 都混合混合在一起 對 因為我們現在站在二樓 然後這樣子看會比較 剛剛在一樓我們沒 還沒有發現到 OK 好 好 二成功是什麼 好那今天廟宇直播第93間 謝謝我們的蔡主委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小編 對 大家記得喔 農曆八月二三二四四 這邊的喜宿 非常特殊的活動 改天呢有機會再來做採訪 掰掰 晚安 大家記得吃飯喔 謝謝 謝謝 謝謝